我住的劏房就是在灣仔,當然越來越小, 為何會這麼小,因為現在的中間越來越小, 在聖誕洪湖交關,而我現在住在那裏是70呎, 住兩個人,要3,500元的租, 就已經減給我了,減了3,500元, 所以現在才3,500元, 我這張當然希望可以住得好些, 因為我那裏是一間屋間了9間房, 還有就是因為我們是在灣仔區, 是有一些很不同的人士一起住的, 是有菲律賓人,有泰國人,有香港人, 一家四口的,我們如果以9個人, 即是9間,如果一齊出來了, 根本上是沒有空間可以站得完, 是站在那條冷廊那裏,是站不完, 因為我旁邊那裏已經住了6個人, 我這邊就住了4個人,這兩個都是泰國人士, 另外一個就是有兩個小孩, 一家人,另外有一個就是一個男人, 但是那個男人我就不知道, 他在那裏是否有少許, 我覺得他可能有少許熟悉的, 因為有一天,令到我很害怕, 即是住得很害怕, 在半夜3間,2點左右, 突然有一聲很大的聲音, 整個彈停, 原來是那個男人踢了一個大門, 然後就回家, 根本上就是個個都很害怕, 而我自己的女兒只有13歲, 我都不希望他經常在家, 因為我怕始終那裏都是比較複雜, 我寧願他去了圖書館, 或者是朋友仔, 或者是社區中心, 這些好像流年, 那在做戶母來說, 其實是覺得自己的責任是不夠的, 那是他幾個字, 我都知道, 看房的租金飆升, 其實速度都跟豪宅差不多, 你這幾年的居住在租金的感覺是怎樣? 我的中心就是由去年, 就住在灣仔的頭, 就是住在200呎左右, 就是3200元, 但是現在我住在灣仔的尾, 就是近銅鑼灣區, 我就是70呎, 就是3200元做, 那你可能會升到多少? 差不多double? 好,我們麻煩你, 那另外呢, 有很多不同區的小販在那裏, 可以分享一下嗎? 我睡覺好睡, 晚上給他收拾嗎? 因為他們會晚上來, 那我們就要在很短時間, 全部東西都清掉, 但是我們的東西清掉哪裡呢? 好像剛才議員說, 以安全為大全體, 那我也想問一下, 如果那些貨集中去管理, 我們都同意有管理的, 把東西放在一起管理的時候, 放在一條街, 或者怎樣, 管理會好, 還是分別上了不同的樓? 我也都相信, 其實每一個東西上到樓, 你們也都有一個危機的發生, 如果你要保證的話, 不要這樣說, 香港沒有一個人, 就算你叫現在選特首那些, 都不敢說保證, 是吧? 拿來講的就是這件事, 反而最安全呢, 是一個管理, 現代化的管理, 是吧? 還有呢, 小怪的存在價值, 在挖仔說要拆的時候, 我們已經極力爭取, 那去到, 由特首自己親自開聲, 是應該有一個存在價值的, 那既然有存在價值的時候, 政府為什麼下前是罰我們錢, 給告給我們, 他有什麼幫過我們呢? 我真的不知道啊, 只有這條街在這裏, 那我們本身就是小怪在街上, 由街上推車, 趕到港口, 你說我們想嗎? 那如果你說要搬些貨去, 去那些樓, 業主立外國可能不讓我們去, 是吧? 你會不會擔保那些業主立外國, 你會不會擔保那些業主立外國, 一定給我們, 中華的地方去放這些東西呢? 一車一車的進去, 那我們又應該去哪裏呢? 你給我們那條路走, 其實那條路是死的, 麻煩, 把這條路出來的人呢, 跟我們想一想, 我們應該把貨物推去哪裏, 是吧? 如果, 把幾百檔的東西, 分別放在幾百個住宅的地方, 你會覺得危險不會增加多於這個, 很多倍, 很多倍, 睡著膠食之煙都可以燒光, 是吧? 其實我們應該要管理, 並不是全部要搬走, 還有一件事, 小販一天開工, 我就不知道, 我就做11個小時, 如果你要搬走那些貨, 整空落架, 其實那個架給我都沒有用, 給我做什麼呢? 那個架, 那什麼叫排檔呢? 我已經不是排檔了, 那已經是11個小時了, 我還要早上搬走那些貨, 重新開過去, 重新放好它, 晚上就全部重新拿走, 我就要回15個小時開工, 這個什麼正貨? 他想弄死那些人, 是吧? 其實如果這樣做的話, 我剛剛講, 你就算不是釘牌, 都很多人釘蓋, 因為年紀大的做不到, 年輕一點都不跟你做, 15個小時, 你問一下現在的年輕人, 有沒有這麼捱得, 我們真的很捱得, 老實在, 這裡在座, 所有小販都很捱得, 我剛剛講, 入世雨來, 是吧? 政府用什麼幫助過我們呢? 從來沒有啊, 完全沒有啊, 報票、罰款, 打壓我們, 打壓我們, 給我們告票, 但是實際上, 為什麼市集不可以做得好一點呢? 因為都沒有資源給過我們, 是用我們自己去做的, 是吧? 還有呢, 這件事呢, 我看到很多人推捨責任, 這個是自安問題來的, 這個放火這個人呢, 我不敢擔保上次抓那個傻佬, 真是這個袁兇, 因為上次我記得抓那個傻佬, 是拍不到他放火的, 他不懂得回答你, 可能這個人有一年後, 我會說, 喂, 又好玩啊, 燒電單燒都經常燒, 是不是? 有些人本身是這樣啊, 那其實這個治安問題, 應該是加強那個巡邏嘛, 當日吵到擦天, 人家在上面睡都睡不到啊, 連一個警察都沒到, 還不是吵到一分鐘, 或者兩分鐘, 何解? 隔離就哪處了, 如果你說警察很遠, 我還可以這樣對你說, 是不是? 為什麼不可以簽補呢, 是不是? 那些警察簽補巡邏多些, 或者, 真的, 我覺得現在大家小販都覺得, 問題是存在的, 我們願意去解決, 但是, 就不是真的招航萬集, 試一下, 有在座誰說做的, 跟我試一下做一個禮拜, 還站在那裡, 我都佩服, 因為你們不做習慣, 小販都不知道, 到你招航萬集做完一個禮拜之後, 你會睡在那裡, 那這個, 如果管理方面, 其實, 下垃圾的石環村本來, 石環村在上面, 交差交告票, 那他用告票, 就, 逼你你們做這件事, 有沒有跟我們去商量, 真的可以怎樣去, 改善個環境呢? 再做這麼多位, 我想你們都會幫小販買過東西, 小販如果沒有存在的價值, 你怎麼會幫他們買東西呢? 小販就令到那些, 那些商, 即是有錢的商戶, 他們那些大公司那些, 不是單一向他們買, 很多平民百姓, 喜歡跟普羅大眾買到的東西, 還有現在的收入, 幾千元住幾十個地方, 人工你會很高嗎? 是嗎? 是嗎? 去買收販貨買贏, 沒有可能的事, 還有呢, 在世界各地, 我們香港, 你都很喜歡下市集的, 因為市集的東西, 就是我們香港的特色來的, 如果你去吉支島, 或者其他地方, 其實世界上每個地方都是吉支島的, 或者, 我不知道, 或者很大型的公司, 他們為什麼不去那些地方, 買又來香港, 來香港, 就是買香港特色的東西, 所以我們的存在呢, 當日就是所謂, 同意了, 我們都存在, 要我們走, 我們都堅持不走, 單單當時是一個灣仔吞, 那又是整個香港的小販, 在這個模式上呢, 我覺得擾管理是好的, 大家有個, 有個相容點, 因為, 好像說真的, 勞資雙方都要大家融合, 對不對? 沒有理由你要殺, 我要殺, 所以你一定不能一刀切下去, 去做這件事, 在管理方面呢, 其實我都希望有小販代表, 有社區界代表, 有區議員, 還有有小販管理隊, 拿個平衡出來, 不要單單一方面, 都是有責任, 就賴殺我們, 當你們給, 有這麼多人知道這件事, 大家都去開個會的時候, 有問題就不會全部指殺小販, 現在當成小販放火, 知道嗎? 全部都當成小販放火, 燒自己的東西, 好像, 上次火燭, 同情小販, 覺得小販沒有了, 突然一堆火燒到他們, 即是, 連自己的生存的錢都沒有了, 很同情, 但是, 上次, 每個都遞出同情之手, 是不是死了人, 就是小販的問題, 完全是治安問題, 這個, 為什麼吵架吵到這麼厲害, 都沒有警察, 對不對? 好, 這樣吧, 謝謝基哥,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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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介意我, 說多一點點, 現在三成四這些位, 我相信, 有哪位可以站在裏面, 可以維新的呢? 三成四, 站在那個籠裏面, 或者你站在外面, 可以維新的, 你站在那裏, 坐在那裏, 還在說, 你是做前面生意, 左右後, 你都不要打算做生意, 是啊, 麻煩你們, 誰說出來的事, 可不可以讓他起一頭, 不要說自己, 一個人, 都養不住了, 這個年代, 已經是, 不同了, 政府有沒有等過資源, 這麼多年, 幾十年, 趕盡街邊, 小販, 去到這個排檔, 現在排檔, 這個位置, 根本不足夠, 令到人生存, 為什麼政府, 不重新, 去, 想回這個問題呢, 小販, 不是真的想這樣做, 而是他三成四呢, 副棺材都三成六呢, 是啊, 睡都睡不到, 是不是, 你們想一下那些問題, 其實小販不想, 是啊, 是啊, 我們願意在一個, 協商情況之下, 和市民, 和政府有個交代, OK, 沒有問題, 但是不可以所有事情, 迫令小販去做完, 差不多要小販上段落台, 根本這次, 好好想一下, 政府給了什麼資源, 其實任何資源都沒有, 就不斷去指責, 去說, 如果做老爸這樣教兒子, 兒子就走了, 沒有可能的事情, 你看看, 我們父母來的政府, 是不是, 沒有理由這樣做的, 這件事, 好, 好, 不是,你想問, 那個小販, 現在想, 好, 一會兒, 一會兒你回答我, 好, 會不會有, 有, 好, 好, 現在的教主都可以分享一下, 各位不好意思, 我在花園街, 因為我, 叫做西閘, 現在我爸爸媽媽, 就已經被我排行, 但是我爸爸呢, 就九十歲, 我爸爸就八十幾歲, 那我在這條街, 我已經超過了十六年, 那你想問, 三成四是怎麼來的呢, 只不要問這個問題, 但是我想問一件事, 不如, 很簡單, 香港的那條例, 是四十年都不會改的, 有沒有, 三成四這條例, 是一九五幾年, 到現在, 是超過四十幾年, 八十幾年, 八十幾年, 剛才那位班哥說, 真的, 八十幾年, 是因為前市政說, 有一個議員, 叫做, 葉錫音, 是撫出我們這班人, 小販, 沒有公開, 找不到吃, 當年, 是一個恩恤牌, 但是這個條例, 已經超過了四十年, 是完全無改, 這個是事實來的, 實際真的是三成四, 那八年, 我們怎樣去搵食呢,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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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政府, 我發覺一件事, 他只是去管, 他就不去理, 真的只是去管, 他就什麼都不用理, 我們沒有說花園街小販, 我們沒有責任, 我們有責任, 但是當那些貨品, 我相信, 我十幾年前出來的時候, 我們也是小學馬紮, 在排檔以外的地方, 我們是完全沒有擺貨的, 那這十幾年, 我想問一件事, 食環處做的什麼呢, 他是容許, 這些事發生的, 他完全不理啊, 得過且過啊, 結果呢, 所有的貨品, 就越擺越多, 在排檔之外, 那食環處, 是否有責任呢, 這個種種種的問題, 其實花園街, 你看今天, 你下去看看, 所有的排檔, 他們真是, 很劣累一件事, 今天去的小販, 有人推著輪椅, 有人捉著拐掌, 我想問這個政府, 你於心磨忍, 是不是再見到真是有犯傷, 好像我媽媽媽媽媽的年紀, 真是死了, 真是在街上掛低了, 他才會做事呢, 所以我想問區議員, 當這個條例, 今天提出你質詢, 你的立場是怎樣, 你的態度是怎樣, 我也想你清晰, 告訴我們所有, 全港的反省聽, 可不可以啊, 多謝你, 謝謝王岸, 你先給我一塊錢, 首先, 大家要清晰一件事, 我也是一個小事, 我絕對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代表官方立場, 沒有辦法代表政府的立場, 今天政府出這個扣分制,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是不收貨的, 不收貨, 我自己個人不收貨, 但是, 你問我, 在議會上會怎樣表達呢, 對公眾要表達呢, 我必須要是聽到街坊的意見, 這個是實在在的, 如果街坊, 明白, 今天我可以聽到, 一班排檔的檔犯, 你們有意見, 你們是反對扣分制的嘛, 是不是? 是, 但是你們還有沒有其他可行的方案, 提出來, 這個很重要的, 就是你們都要, 你們是說, 我知道我看新聞, 你們是說, 留假不留科, 你們去做嘛, 是不是? 如果是, 可以幫你們看, 但是同時間, 不得不講的呢, 除了當班有意見之外, 居民朋友也會有意見, 其他商戶也會有意見, 其他街坊也會有意見, 這個呢, 就不是單純我, 能夠單一代表某一個, 某一班人的問題, 好嗎? 好, 都知道, 台下不單止當反的, 也有, 所以人也有講話了, 那麼, 我議員呢, 這次都很, 很開放了, 大家對於朝行晚策, 重新做小販, 現在第三代人了, 在花園街的, 我也是旺角的街坊來的, 那其實呢, 我這次, 我也是住在, 這次起火大廈對面的, 那其實這次呢, 我自己的心理壓力很大, 就是, 其實, 我想問一問, 其實, 有什麼辦法可以防止意外發生呢? 我想, 沒有人可以擔保, 地鐵這麼大間公司, 都不可以防止意外發生, 這個是沒有人可以擔保的, 只可以, 只可以真是減少, 看看怎樣可以防止, 即是怎樣可以盡量減少, 這個大家要明白, 那這次呢, 我想說回, 其實這次, 整個花園街的事件, 我想對, 和政府的政策很有關係的, 即是, 由這個仿政策, 到小販政策, 都是同出一貫, 就是, 打壓低下民族, 低下人民的分別, 即是, 其實整個政策來講, 由八幾年開始, 第二呢, 打壓已經在講, 要逐步去減少這個小販庫目的, 不斷在那裡打壓小販, 和在那裡分化小販, 現在, 到房屋政策, 其實都是在做同一樣的事情, 即是, 政府是不喜歡, 一些叫做影響使用, 他們講到說, 怎樣帶來滋擾啊, 怎樣改善環境, 即是, 香港是不是每個人, 會有錢住豪宅, 我想問, 即是, 豪宅那些, 是不會影響市場, 不會影響環境, 是否人人可以住到, 即是這個, 其實, 小販都是平衡社會利益的, 這個, 即是, 我想大家要明白, 這個是很值得探討的, 好, 那你, 其實, 沿用開現在的小販政策, 其實是, 不停都已經叫做, 大家小販在改善著, 其實小販大家本身都很合作, 而且一直以來, 因為工事很長, 其實都不會參與政治, 也都很少發言的, 很少發聲的, 小販, 一向就是, 因為他的工作環境, 我自己來講, 我一天做十六個小時, 我之前賣水果的, 我現在頂不住, 我轉了賣光貨, 我做水果那邊, 我一點鐘落空, 做到晚上十一點才收到, 即是, 當然中間我會有時間休息, 我中間有些時間是會找人看的, 有幾個鐘頭, 但是下午那段時間, 去休息, 其他時間全部都是在工作, 一天是十六個小時, 我不會, 當時的環境, 我不會參與任何的朋友聚會, 或者出來表達什麼意見, 因為, 其實小販來講, 一向都很低調, 但是你現在這次事件, 根本就是, 令到小販, 無以為生, 好, 好, 麻煩你, 請另外一位, 先來發訪, 走去做報紙代, 先說三成四, 三成四, 你坐在那裏抄牌, 當你是貨物那樣, 因為你超出的範圍, 那我壞報紙呢, 我就要這樣站在那裏, 這樣就不參與了, 三成四就是這樣來, 所以, 當歧視在07年, 關注灣仔那個市集, 我都有參與, 這幾天, 就被街坊捉住我, 做事做得很快, 又叫你拆頂, 然後另外一條街, 我以為火中原來火警演習, 整條街都塞車在那裏, 搞什麼呢, 其實07年的時候已經說, 美化街道, 又說要整電, 又說要怎樣整, 其實大家有沒有, 真是關心小販呢, 原來當時他們, 說要整那些牌, 政府沒有下來, 又打風又下雨又要運收, 究竟整好, 一人整好, 有些當犯, 捱不住, 真是自己給錢整, 終於用了兩天, 給政府責, 他說你這個牌不可以整頂的, 其實那個小販的牌裏面, 有很多牌種, 這些區議員, 學習一下, 要不是你學不到他講, 有很多種牌種, 很多種牌種, 它的規格是不同的, 有些可以整頂, 有些不可以整頂, 有些人要推車輪, 你推回家, 那其實你整個, 在灣仔裏面, 其實, 如果當年大家都有事, 又肯做事, 由灣仔美化開始, 就伸延到, 如果這個是一個好的例子, 伸延到每一區都做的, 今天花園街, 不會有事, 政府不做事, 把這個責任, 去賴賭給當犯, 再一次, 我覺得是一個政治理由, 其實, 政府, 已經很早很早, 覺得, 街道上有這些當犯, 又酸, 那些排檔, 又不知道在哪裏, 側邊木板回來砌, 現在就是, này又, 有些事情戴東 heure女, 而且, 即是家裏都是家裏, 即是漸漸漸, 即是澄清, 都有在那裏白天 Brasil, 下櫈後天 ăn不舀, 走去到那樣, 就有人用, 但這些是政治打壓 jako stocks, 好好規劃好它呢 好好做好那一遍 怎麽安全呢 怎麽規管 或者大家去做好那一件事 不會有事 以前江江街或者很多的排檔 他們的意在哪裏 在樓上的居民來的 他們的關係都不知多好 你現在今天的劏房 將這些責任賴在當犯裏面 還有說到好像很勤力做事 我先去查有當犯的劏房 即是說劏房火灶 劏房燒死人就是排檔的問題 為什麽不是所有的劏房都存在危險 好像陸住的劏房不危險 一燒死去我想起碼十件二十件死 我去過家 他們的房子是很小 他們的排架是走廊 一個人走要側側身 為什麽這些沒有問題 只是排檔後面的人才有問題嗎 就把責任推卸了 我覺得有八十年代 今天是第二個安全的問題 第二個藉口是要剷走 街道所有的排檔 很多人都說 不過經常都說生命財產 生命不是先行的嗎 我們長期住在那裏 長期都有這個壓力 還有我從小到大 告訴大家這幾場大火 只不過是你們近期覺得很深刻的一場 大大小小火 都平常都有 就是家樓下的排檔都燒過幾次了 你明白嗎 以前燒排檔就只是單一邊燒 左邊就左邊 右邊就右邊 現在為什麽是兩行一起燒 因為就是太貧了 還有貼上去的二樓那些地方 那些樓搭上去 所以才燒入屋 還有你們可以自己看新聞 檢查一下 有多少時候是因為屋企濕火燒到你們排檔 差不多每次都是排檔濕火 就燒入屋 現在就死了人了 就才說來關注這個問題 還有 平日 你把一條路走出去的街道 都不知道是多難的 還說你們會自律 你們根本是越擺就越多 不要罵人 還有你們又說人家不管制 他們管制都有疏忽 但是你們自己都沒有自律 你想想 花園街的路是可以行車的 從來沒有一架車敢走進來 就算是十點鐘 的士司機都說 我不敢進去 你們不知道都收了檔 就是這個情況去到這樣 市政都會長期和你們對峙 我會覺得 其實大家可以拿一個平行 你想想我們真的住在那裡 你想想每晚半夜也好 聽到有少少聲 就很害怕 是否又走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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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經常發生的問題 是否會害人 因為那些東西還沒搬 很臭 或者會不會有些什麼 你覺得 不是說完全不見了 但是有些管理 有些什麼方法 你有些什麼建議 你有些什麼建議 你們都要和市政合作 市政來管理你們 你們就不去吵架 打架 那你們想想 人家根本上 你們好像按摩一樣 人家都怕了 你不敢走人家 我以前都是做小犯的 市政來管打穿頭 打得流血 近太子道 所以去到那邊 或者 不如逐個說 還有 還有 你說不是 以前那些擺街邊 是自己擔貨來推的車仔來賣 等於你們招航馬車一樣 等於你們招航馬車一樣 為什麼擔兩隻鱗來賣到東西 人家可以維持到生計 以前更多小孩 以前一家 現在六七個小孩 你講的年代是七十年代 不如這樣 你每個都說 好嗎 出生出生 其實都真的很不同 以前擔著鱗 就真的可以到處擺 現在就一定要敢當 所以 不如這樣 我們不要講歷史 我們講一下現在和未來 是啊 其實現在的 我聽到那些太子當犯說 他們都很多建議 譬如說 課都同意是不會過夜 剩下一個框 總之 就不要招航馬車就可以了 希望不要誤讀了大家的意見 其實這個建議 和他們的立場 你們覺得 同不同意呢 課不會過夜 但是 都不要那麼辛苦 招航馬車 好嗎 好 就是大家手批袋 是不是 那個貨不在 那個架在 沒有問題 那就好 就是大家兩方面都有共識 是不是 好 那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大家自律 大家 還有我想回應徐先生 防火物料不等於輕就防火 防火物料和重量是沒有關係的 還有現在很多的住宅 卡拉OK 還有很多的公眾場所 他們都用很多的防火物料 這個是現在 基本上這個社會 已經是用的防火物料很多東西 不是一些什麼罕有的物料來的 就是這樣 好 多謝這位女士 都是 就是 花園街的街坊 這樣來說 我們事實是有些 街仔 就是擺得很大檔的 我們自從這次的火灶之後來說 因為當時有六十幾檔是燒了 這樣來說 應該是食環主第一時間 是落點在哪裏 花園街第一檔為網 為什麼你不執行 搞到越搞就越大檔 搞到樓上的人 真的睡覺也睡得很安慰 因為我自己也是住過花園街 又是有這種感覺 但是今時今日來說 自從這次是火灶之後 我們花園街大家都常常說 是全部要求所有的當犯 是搬來場的 所有燃燒的物件 搬來的 這樣來說 也跟街坊商量過的 這樣來說 我們大家 想和街坊 聯合 就不想買貨在那裏 這樣就希望 車仔 車擺在那裏 就是一件貨品不留的 但是來講 現在食環署 另外一種打法 就是來講 我們做了幾十年的街邊小販 我們可以說是依賴了 今時今日的八十幾歲的牌主 相扶相承的 是這樣做的 他今時今日來說 是助手牌不給賣的 這個是有一個問題 加上來講 那些世襲的 一代全一代的 那些小販的牌照 有很多他的子女 都不想再做下去 那我們來講 他們還未死得 那些老人家還未死得 那我們又如何呢 那說不讓我們做 叫他們出來做的 八十幾、九十歲 才問他們怎樣 生活 落果欄 十幾個小時 你問他們賣水果 那班人 是吧 我們賣貨的 你說要我們把那些車仔 搬上樓的 是很困難 現在大廈的業主來講 都不喜歡我們把那些貨 上樓上 車仔 特別是車仔 這麼大部車仔 放在哪裏呢 不用擺的了 三隻、四隻來講 是太過落後了 脫離了 我們現在是現實的生活 一個牌檔 我起碼來講 加下兩三戶人 大家呢 拿小小 真是 我們不住的房間都算偷笑的了 我們很希望呢 大家呢 是同行 同業的 希望來講 大家自律 也能夠呢 給大家的居民 有一個安全的感覺 又不要太過 真的 我們希望 是來講 搬空了自己 所有的 留一條通道 給別人 走啊 不然當火燭車 走啊 這樣 我們 真是 對那些死者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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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知道怎麼說的 我們有一個貨物損失來講 我們不算 是人命 是最主要放在第一位的 最主要是 那個生命 安全 希望來講的處方 和我們來講 大家是對話 是大家的要求 訴求 大家是溝通 希望是這麼多 多謝 好 阿超哥說的 我們都是很高度啊 好 所以 其實大家 都可以 無論街坊 居民 和小販 都可以獲取得到共識 如果我們 不只是在土壘上面 拿共識 但是都可以有經濟 拿到共識 這樣 大家好 好 我們還有其他街坊 有意見 這些 其實那個 最灰獲手 其實就是 特區政府 因為 這個 近年 就是那個 失業 減薪 很多人 就是 有這個 不是這麼窮 他變得很窮 再加上 就是現在是 在這個 內地來的那些移民 是一成有錢的 但是九成 就是 沒有錢的 就是 是低收低資產的 那麼 就當年 好像03年 即03年 2004年 政府就收 收成了那個 我 拿到 新建工的資格 以前 一年 我一年就可以申請 現在要七年 我多年 已經想到 你 若果年後 一定有很多 文庭 現在 出現一些問題 很多 這些低收入的 工種 他們的盆村 夠頂兩三年 以前 是一年 可以申請 縱門和公公 問題不大 下頂兩年 但是現在 住七年 所以 結果 要住 因為 睡不著街 就要住劏房 那些低收入的工種 也有 很多工作 就做小販 所以現在 這就是 莫果 就呈現了 就是這個 當年 改 申請縱門和公公的資格 還有 還有 一個 就是回憶 小販的問題 其實 剛才這位 灣仔小販公哥 他說 政府就沒有幫到小販 其實不是的 政府就長期都有幫到小販 他怎麼幫他呢 就是 不執法 很嚴格 為什麼不執法 為什麼不執法 你要不趕著 你記得 在2010年 2020年 香港環境很差 又是東叔 大家都不敢 不用花錢 當時 那些 又是你們 那些議員 又要求政府 委員 澎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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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肯定是賣了 可以收拾 澎湯 那麼 沙爾 昨天晚上在澳湯可以買12個東西 其中也不包括書 但你去那些澳湯 他們有80個都賣書 他們賣了非現貨的食物 所以平時就是 所以我買了那些食物 因為當年他們說不要公平 不要公平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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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 現在說出不出這個慘情 我們就說要弱起家庭執法 所以那些公平是成熟悉的 市場一定是拒絕不贏 最後就是幫幫政策 如果現在的小小小小就不是三十年 是四十一年 一到七年 當年一到七年 當年香港說 當年香港說 有一個計劃的中心 當年他們晚一點 一直接的時候 開始就不發派 即不發一個謀言 不發派的東西 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就要盡量減少 就是中國 你不可以去攻守 即是從原來的中心 因為從原來就是 家庭執法 でも福建民進行政策 因為當年中國的主婦 是很盼力的 當年做小孩 因為做渡商 打法黨 甚麼事情 但今次是 71 月後 還是副個別的 是綜合員 這是一個 攻击繁華文字 Значит 48 歲以上 你們都沒有選卡 在中國來的 很多都是 他最會想說 他最會想說 他現在是領導的 他正經是這個 傳統那個 大修那個 但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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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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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兩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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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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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 謝謝你 所以 他講了 其實很福利的功能 不單是 講話是叫一 雖然是 可以幫助那些低下階層 去就業 現在講的那個低下階層 這個經濟環境 其實跟四十年前 不是差很遠的 都是有馬穩的 所以 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事力更新的過程 還有 Julian 我今天去了立法會 那個 安全的環境 衛生的一個 事務委員會 我聽了全情 那 整體上 黃國興議員 和所有的議員 都 都是 覺得 那個責任 在政府 裏 他說 現在問題 他不應該把 意外的成因 即是未審千判 即是說 你要先找到那個責任 先 跟著你 就是看看 哪些事 但是你是 幫他們 度過這個 艱難 因為黃國興的說法 他就說 你上年的時候有扶貧 你上年發生意外的時候 你馬上有些負出金 有些 但今年你什麼都沒有做 他就立即 來來風行 要 要小犯 所以 剛才說回那個防控物料 對不起 原來真的有重量 現在那個指引 張岳 和城環處置藥 是要用那些 是 燃燒得上的金屬 所以現在你看看 人家那些全部 瓦頂 是不准用膠 一定要用金屬 因為那些 即是那些 不會那麼快燒獎 相對 和他要你在三乘四 那個範圍 就以外盆盡 擺放 還要擺在那個 那個 綠色箱上 那 就是那些 那 其他議員 就覺得 他現在 現在用了兩個人 諸詢 他跌宜 那 就 黃國興和所有議員 都說 太闖絕了 還有他給出來的那些 是沒有選擇的 即 那個 那個問題 你就看到 他們覺得那個問題 就是 不是簡單的 那些 消行晚策 不是簡單的 扣分制 或者是 吊燒牌照 可以解決排檔的問題 他們覺得 整體的問題 就是政府在那個 那個 那個角色上面 有些責任的 其實呢 應該就是 好像現在 發言家的情況 他們要求 盡快解封 那個 那個地方 就 為什麼消防署 和 就是 警方那裏搞這麼久 都沒有搞定的 而呢 就是 給他們盡快服務 像去年這樣的情況 然後 等他們可以盡快 過到 這個 黃金蕩期 這個聖誕十年 農曆年的過期 那 等農曆年之後 你慢慢去 收拾 好 好 我告訴你 你不知道 張英國呢 就灑了下去 食環署署長 食環署署長 不答應的 他只能說明 我一定不可以 給你們在過年前 可以退到過年後的 一定在過年前解決的 所以 你看到他們 一方面 就說 我們要 保留一些地區特色 優化 改善的事實 另一方面 他就不認是 消滅小販 但其實 背後 他就是 好像 黃敏 和 和 和 金賴威 他們說法 你一時一氧 你一向 你一向 這樣走的時候 突然轉 人家會覺得 很奇怪 所以現在 問題就是 你根本 小販政策 他們覺得要 所以現在要 檢討的政策 不是靠兩個月 所以 黃國興 就要求 開公職會 至少 你要給小販代表 居民代表 和所有人 在立法會層面 說一次 然後 然後 珍樂 回應 都說 會的 我們會透過 區域會的網絡 搭建平台 所有的持份者 包括小販 商販 居民 一起談 但問題 是 但問題 是 但其實 好像李維成說 你教不到 而離之急 而離之急 就是要一些資源 讓他告過危機 就像去年 為什麼去年有負失金 今年你不肯 然後 食環署的 庫左又言他 即是說不到話 就說 因為什麼什麼什麼 整件事很奇怪 我想說 其實 我們應該這樣說 就是 在灣仔 露資市集 郊街 太陽街 也是有個例子的 當時 事件局要 要移動 我們保育 接著後留回來 最後發展工 林鄭外 就叫 曾十九 在07年的施政報告 就保留 灣仔市集 接著我們搞美化 接著搞了很久 但那些東西 其實是可以的 那些東西 當然要慢慢談 其實是可以的 但問題是 你不可以一刀線 要逼死他們 現在最慘就是 我看出兩手準備 一方面 他就說 我不急的 我是向處朝 至優化改善 那些良好管理做的 但另一方面 我會雷厲風行 我會跟回法例 他說 為什麼要靠分製片 為什麼要引入 因為原來食環署的室內街市 和那些商場 是本身有這個制度的 他說十二個月之內 有八次犯規 就吊銷牌照 接著你犯那些嚴重的違規事件 又是吊銷牌照 總之就是那些事情 他說 我食環署在附下的室內街市 和其他商場 都有做 為什麼你們露天市集 或者牌照不用 就是他的心態 雖然他沒有這麼說 就是我覺得 整面是有精神分裂 所以我想說的話 就是說 其實呢 所有的辦法 是總比困難多的 因為有很多 無論是香港的例子 或者是外國的例子 我想說一個例子 是怎樣 就是 不知道你有沒有去過 就是日本深山橋 深山橋是好像女人街 那樣的地方 那原本是一個露天市集 那當年的區議會 就是他們的市議會 那些叫社區營造計劃 那他們成立了一個委員會 就像剛才Edmond說 就是跟著找攤檔 小伴 跟著商鋪 和居民 和所有議員 和那些地區組織一起做 那就協調了 於是他把露天鋪 加一個開核式縫頂 變凍的 就好天曬 然後這樣防止 讓他們可以延長熱時間 那夏天熱的時候 日本跟我們一樣很熱的 3、4、10度 那就開冷氣了 那開冷氣就是 那些舖戶全部打 下通了 那空氣流通 那好處是什麼 你限制高度 限制寬度 但是日本那個 對不起 是6乘12的 一個標準檔 你可以隨時有2、3檔 你只要租 那問題就是 你看到香港 現在40年來的 小發政策 其實已經過時了 其實要將它重溫 然後怎樣做得好些 用那些技術的方法 幫它解決 其實很多那些技術方法 可以解決到 好像我們有朋友 去過了 阿芝去過台灣 那些技術方法 那些 人家其實很多那些 手動式的 搞條線出來 那些電線 那些 那些可以 那些伸縮的電線 那些供電系統 都是這麼靈活的 然後還有很多 防火設施都可以做到 全部都可以用 我自己是收衛設計師 和建築師 我知道是可以用這些方法去做的 所以其實一定可以解決到 這些技術和問題 但問題呢 你最緊要就是 真是要落實去幫那個市集 那牌檔 去真是去改善 那最後就是 會令到那些居民都不會受影響 然後就會很開心 Appreciate 原來我下面又不吵 我因為有個銅頂遮住 可能會吵到 又不會有光污染 然後又多好 整件事又有隔火大 那就是這樣發生 所以其實可以用很多方法去做 但問題就是 政府前設 你不是要急於去 找人去製邪 我覺得整件事都是這樣 所以很多議員都覺得 他們根本就是想找小販來刺 今天在立行會的討論 所以他們矛頭指向政府 就要做多些去解決問題 因為他們問了很多問題 你什麼時候解封又答不到 你什麼時候會給資格 又答不到 什麼都是得到網絡 謝謝Julian 謝謝Julian Julian 也是可以看到 要搞好 搞漂亮 搞得安全 搞得街坊 居民有喜歡 搭檔有喜歡 其實是真的可以的 是個設計的問題 怎麼可以切得漂亮 其實可以大家一起聊 好 下一位朋友 我就是住在花園街城 我2012年公司 最貼入了三次火警 我就是第二次火警的時候受了傷 其實為什麼我上次火警的時候 我看了他們火警 不夠十分鐘已經燒了五六個牌座 因為他們一個人一個人去 所以一著火他們很快就會燒到十 為什麼上次會燒到八十幾個牌座 就是因為他們原住那些大廈 排到二排到之間 沒有票間開 所以其實這個是要正… 我其實希望透過議員你們 去督督消防 還有這個市政 還有這個成立這個花園街 一個管理隊這樣去監管 因為我自己住在那裡 我真的很怕那個火警 因為我們… 我都不贊成他們說朝行晚策 因為這樣他們都很辛苦 我們又會出些吵音會很吵 所以我們大家都經常有個公司 去解決這個問題 就不是說我們要針對他們的小白 要搬走 其實我覺得花園街是一個很特色的街 我們真的不希望你們搬走 我們就是希望你們 排到之間不要說連人離開 最似乎是小型八十幾個 真的不用五個公司 都可以補了一個牌座 我要訪太多了 好,謝謝你 做小飯我應該是三個來的 但是我慢慢就… 現在通過了九龍之後 就拚了 所以小飯可能對於我純粹一個消費者來說 其實有一個情節在這裡 但是我見到的是 其實政府只不過對著那班 小飯其實根本純粹是打的 不論是特別是2003年沙士之後 現在的特首真人權 他就第一個打小飯 他才建立了第一 他自己說是公職的東西 就是打小飯 打得越來越龍開險 好了,直至到我知道2007年 其實這件事我都想請教了 英文的時間 2007年其實應該 2008年中間政府其實是 曾經推過一些的 武力書出來 就其實考慮回答案 我見到很多人都給了意見 但是我一路就是想 我撐回消息下去 之後那件事 那件事 那件事我都沒有想要很多 但是我看到的 其實政府現在處理的這個政策 就是它的反法 小飯和小飯隊去掃人 就是捉過我婆婆 我住在樓村的 我幫我樓下很多東西吃的 真是的 是洗碗的我婆罩拉的 他拉不到任何人 只是拉到社會國的 我就拉 是不可以 因為他很老人主要的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要去探討 整個的政策 不只是說什麼計分制 招惡眼神的問題 是整個政府 對於小飯政策的態度的問題 如果以一路這樣看 又會突然一路下來 他當是一個福利 當是一個師誠 我放得衰點是一個師誠 一九七三 我便會覺得 他只剩下不記得 十八 一路到六甲 那是否整個大陸是怎樣呢 我們看到很多台灣 日本很多的經驗 他是很支持小飯的 甚至你說最近 私大夜市吵 純粹是因為 真的定不順 他做到街坊 是吵到定不順 真的出聲去談 那很多人讀問題回來 香港 是我看這首歌 很多東西當中 是打壓得最厲害的 新加坡他是想打壓 但是他打壓不來 尤其是給你一條路 他會把你推上去小飯中心 他甚至他如果說到計分制 新加坡應該是都有限 不過只是行於食事 但是他扣你分之前 第一件事就不關你讀書 打針 你認識了這些東西 然後你做錯的東西 就扣你分 他有這樣的思維 所以我現在就 我會這樣說出來 雷麗峰是怎樣呢 現在 所以大家我想 可能真的要對著 巴怡院 要再下多些的功夫 但是我因為其實大家都看新聞是到的了 那些懸神情雞 其實拿這個懸神雞 想推招航馬車 那些紅車這樣走到去 最後想分享一個小故事 因為以前做過現在 甚至我看過 那些紅車資源呢 都可以參加 那我那個農業舅老闆呢 就耐於一些商戶的壓力 就是要掃錢過去做無牌小飯 那這樣不幸呢 那刀手就是我 去打電話給食環 那這些食環呢 接著打完來之後 他覆過答我 我真的覺得很開心 跟這個小隊隊長 聊得很開心 他在那邊玩 他說不是我去到沒有了 那其實他去 我打給他那時11點 就說有事 接著他去到那時 他說我去到那時12點 我說不要緊 我反過來就說不要緊 那我其實是一個 大致陰堅入 我是失望的 其實是一個stakeholder 你會遇到的 特別做區議員 真的會面對著很多的stakeholder 但是我真的很希望 你是能夠把握到你的重點 就是說 不只是說人命生命 是整個社區 你是一個區長的時候 你要看整個社區 那個dynamic 那個援力究竟在哪裏 不只是說你負得到人命 你負人命 你最簡單其實 要叫警方監控制 要在我們情報庫 很容易處理的那個問題 那個問題相對容易低 整個大範圍 整個大政策 你應該要怎樣去 帶領這個區 甚至好像說 會不會說 好像其他區 好像灣仔那樣 還是你想搞得 好像我們觀塘這邊那樣 蓋得就蓋得 如果在九龍城 所有住戶裡的話 我想是要拿幾千個人 來看著他 是不是 因為當他著火的時候 是燒通了你的知識 是不是 如果在街上做好防火 統一的設計 政府肯定花資源去做 有防火系統 也有天眼看到 星星之火 一些煙出來 已經有人在電視上看到了 何來會做到大火出來 你明白 其實只需要可能四個人 一個看著電視 兩個巡家 已經沒有這種事情發生了 為什麼要搞到這麼嚴重 是不是 至於防火物 我們真的不去那裡賣 可能現在突然暴升 因為要 我們去買鐵皮 都說一句笑話 賣了幾百塊鐵片 他說他整年都沒有賣過那麼多 那你們推些東西出來 我們為什麼要搭桌 搭墊做呢 因為你政府完全沒有賣過資源 之外 那個港政府對我們有 是 勸告跟著告 我想不是 告了跟著勸 你政府再派出來了 那 但是這個情況 我都不接受 就算他勸我 其實問題存在了 你勸我 然後告我 你存在的問題在這裡 你解決了問題 才是最重要的 第一 防火物料 真的要 第二 這個情況 政府是應該要投降天 一個健全的露天市集 是在世界知名的 為什麼不可以延續他呢 製造生命力 所有退休人士都可以在申請做這個行業 因為他們沒有錢 他們得不退休金 他們又不想借助公安 那為什麼不抵他們的事呢 單親人士他們都要照顧家庭子女 又要出去做事又不行 是吧 疏忽管理之旅又要坐牢 其實製造多些機會出來統一了他 好像說 他們在日本見到的 這麼健康 這麼健全的人 為什麼我們香港政府沒有錢 我們香港怎會大把錢 老實說 多到派錢 大哥 是不是 我們要不要六千份 真的 好 其實我給亨宇先生的想法 就是那個防火除了排檔 那些五十年樓利沒有消防設施 你加個防火集見就可以了 就是那個防火降門 那些是可以隔火的 好 麻煩了 我們在會前有派給各位黃絲帶 因為在祈禱會那裏我們也有做到 我們這些黃絲帶大家可以在我們卡塔那裏 老師筆找你自己的資訊可以寫下 對於花園家大學之後大家的感受 或者一些忠福可以寫在上面 我們在後面有條繩掛在這裏 大家可以綁在條繩上面 我們都會把整條繩掛上去 在花園家正在掛的鐵馬上面 也希望走過的街坊 或者排桌的人都可以見到 人來自香港不同的地方 都是對於花園家熱市的忠福 大家不要走著 我們最後也想請下台上的監督 一次給我們回應好不好 不如請Edmond那邊開始 之後就慢慢來 回應一下剛才各位先生的 均勵那個0708年 重新檢討這個 即他的小法政策其實不是重新檢討 只不過是回應社會上有一個強烈的要求 有這個市場上需要有很多人想做小販 他就給了一個所謂折衷的方法 就是有一些交了牌 得了位的 他就叫附近那些可能是有助手牌的 或者是在那條街做開的 就去申請那些急了的位 其實這個不是重新去檢討整個小販政策 只不過是塞住大家的口 你說那一套小販現在給你機會 甚至他有一些街 他同一條街的小販都塞不完 他放回某部分出來 給一些有興趣的工作人士去行申請 但是那個數量非常非常少 這件事其實不是一個很圓滿的解決方法 整個小販政策除了重新發牌 有很多事情是要去想的 譬如一條街有一些社區的資源去投降下去 譬如會不會有些公家的縫頂 剛才那位朱寧說 是在街的兩邊伸出來的 譬如中間可以搞一些應付氣候的 來行運的設施 或者公家的防禍的設施 因為小販他仍然去做自己的檔 已經是非常疲倦 他沒有辦法去邊顧到一些側邊的人 他只可以盡量去做 撿自己的檔整個好看 他已經是很辛苦要很多新的投資 社區應該要放一些新的資源去幫 全港的市集更加安全做得更加美好 而不是用那種打壓的方法不斷去欺壓 就去說你要做你要做要做要做 但是他怎樣做不知道有沒有資金不知道 這是我來的 我猜從這件大訪看到 剛才居民和當犯都有說了很多東西 其實大家都很明顯是以安全為手的 我猜我沒有小販想居民笑到有意外 居民也不想小販沒有生意做 所以其實大家剛才都說了很多意見 說怎樣在這件事上處理呢 但我有一個擔心的坦白說 就是在說現在的那種招學猛測 留價和留貨那種討論 究竟最後居民是否得益呢 我覺得未必是 因為其實剛才都有人提過 那些貨放在哪裏呢 沒有地方放 放上樓 那就是又是另一個計時炸彈 只不過計時炸彈見不到 那如果又有人 又有自我問題又中火 其實整個問題一樣存在 只不過到時就 就不是說你們小販在街 就說小販放些貨在上面 再加上劏火問題 所以其實如果再從這個角度去看 其實大家都是傳書的 即是居民書小販書 也都是我猜議員也都算 因為其實最後 即是沒有幾個月之後 又發生過 又搞著他 即是不同的人又搞著他 又說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問題 所以現在我覺得這個焦點 是要對準 就是講幾件事 其實一直以來 大家都講幾件事 第一是治安問題要怎樣處理 即是這個要警方 我猜是要他做些事 在這件事上面 即是大家當然很好請保 但是警方在整件事 即是中火之後 那個巡邏寫保各樣東西 其實現在是怎樣的呢 情況是怎樣 會不會再加強 即第一我猜這件事 大家是要拿著不要放置的問題 第二是講過時的小販政策 即是一直都不檢討 大家都覺得歐了四十年 那大家想這件事是怎樣呢 那我猜今天說不到的 即是我就這樣說 三乘四變六乘八 不是這樣說 而是需要各個人一起出來 談究竟我們想 我們怎樣看小販這件事 是不是生計問題 是不是低差陳家科 可以買到便宜的東西 我們從這個角度去看 再制定小販政策 我猜這個檢討是需要的 這是第二 其實第三是講 我之前講的 大家可能少說 說房屋問題 因為其實現在的火警 雖然沒有原因 但是其實火問題 現在其實一直都很嚴重 也是另一個 即是計時炸彈 也都不可能是令到各樣東西 是更加嚴重地發生 那究竟如果我們的角度 覺得應該是保障低下階層的 住屋的基本權利和需要 也都覺得要是住一個安全 舒適移居的地方 那我們在想各樣土地供應 或者說公屋的興建的時候 是否應該從他們的角度去想呢 如果是的時候 應該借這次機會也都要提出 如果不是呢 其實整個焦點 只去了 是否招學晚察 以及留假不留貨 這個是我的擔心 就是傳輸 即沒有一個人贏到 包括政黨 包括小販 包括居民 所以這件事我猜是要靠 大家去搭建平台一起談 即我猜今晚是一個好的機會 即第一次 即我猜居民和小販可以交流到 其實交流到的 大家都覺得安全是重要 但問題走下去 大家講完 是不是散呢 大家究竟在講有沒有權 去決定未來政策的走向呢 這個小問題 如果大家講完 散了 又會說是權利 沒有用的嘛 所以未來這兩個月的諮詢 我猜議員又要幫到手 即推動街坊 即推動居民出來講多些 也都小販要出來講多些 未必針對只是 留假留貨招學晚察問題 而是講整個治安 小販政策 和房屋政策的問題 好 那謝謝 謝謝 謝謝 除了今天 政府總部抗議 都可以警察總部抗議 好 謝謝王議員 首先 應該講今晚能夠參與這個聚會 我覺得是很有意義 也都實際上真的 聽到很多很具體的不同的意見 有很多不同方面的一些 對於整個政策 將來怎樣走呢 我覺得都是很正面去發展的 今晚一個很良性的舞蹈 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意 大家是一個很平和氣氛之下 大家一定會談到一些事情出來 大家都留意到 政府由今天開始 以兩個月作為一個諮詢期 中間其實包含過年 過年期間他也計算了數 其實實際上能夠諮詢的時間 就不夠兩個月 所以大家有這麼多意見的話 我都是在這裡呼籲大家 能夠透過你們自己的方法 透過你們不同的渠道 認真將你們的意見 帶到政府那裡 今晚雖然大家講很多意見 我也都寫了不少 我可以幫忙反映 但是在於政府的諮詢系統來講 他只會當我一個人講的東西 就不會當是大家講的東西 所以大家必須要繼續主動去提出 大家自己覺得適合被領見 和適合的政策立場 至於剛才有一個問題 大家可能會覺得 為何我要提出 必須要百分百保證安全這個問題 我在這裡再強調一次 我不是要我們小市民 我不是要我們當反要我們居民朋友 去保證百分百安全 我是要警方 我要我們的特區政府 保證到我們接下來的社會 是百分百安全 保證我們的人民 是全部可以很珍貴地繼續生活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連我們特區政府 我們的政府部門 都不能夠向我們作出這個保證 我想都很可怕 所以我想回應 就是這件事 而不是我去特地拿這個 作為一個關卡 要去刁難任何的團體或個人 最後都可以說多一句 希望接下來的情況 就是能夠在大家多些溝通底下 能夠將整件事推向正面方向發展 無論將來有甚麼發展情況都好 我都很希望大家都接受得到 好像剛才幾位都說 是應該是大家多贏的 大家一起不是多輸的 這才是重要的 如果最終某部分人得益某部分人 很慘很做不到生意 或者是將來覺得很苦的話 有甚麼意義呢 最終都是影響了整個社會的氣氛 對於我們我作為居員 我都不希望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或者我都分享到這裏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今晚覺得很珍惜這個機會 很緊張 或者很難得在教會場景裏 能夠和街坊、居民、小群 在一起 大家去看出大家的感想 大家的論述 可能網角時候做的 可能是一個教會 怎樣跟社區結合關係 是一個先行體 那種意義很少 不如在一個堂會裏 發揮到 給大家看出一個空間 擴復了很多的視野 可能剛才聽到這裏說 我們都有一個局勢 就看到 其實小販 在一個社會裏面發揮到的功能 在一個大前提下 我們怎樣去令到 我們的社會環境更加改善 更加美好 雖然前面有很多困難 但我一直在一個空間 一個平台裏面去討論 可能今天是一個開始 甚至期望有更多的 教會的群體裏面 可能事件甚至乎另外 聯想起 好像兩年前 蔡蓮川事件 蔡蓮川在一開始 沒有人知道這是蔡蓮川 但事件慢慢多了社會人 關注 大家所說的全部都是很有意思的 和陸政規左這個言論 一直會給大家討論 去論述和重審 去審視 去評估 去修正 又放在實質裏面 一路去將整個論述 整個論述 整個整個對社會的改變 一路保障發揮它的功能 希望我們很堅毅地相信 一切都可以進去 好 謝謝 剛才我跟我說 特別想和議員說 很多街坊浪犯 去年 去年都很糟糕 之後 都發佈指示去整個 這次明明明去年 說2.7買OK 今年又說2.7買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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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組叫做什麼呢 踢球就搬籠門 搬籠門 搬籠門法 你會見都踢不到球 進去籠門裏面 去年你一筆錢去整 今年又要整個 其實對於 尤其是低下階層的當販 其實都很吃力 我想剛才在座的朋友 都是很具體地去看出 即是說 留假不留科 其實就算當販 都是同意 都是街坊所支持 而招航晚策 其實居民 都不是很同意的 因為覺得操陰問題 所以 我想剛才 大家的意見 都是很具體的 都很希望 黃議員都可以 無論是在議會裏面 或者是在你們的會上 其實都是可以 向政府反映這個意見 好嗎 其實我覺得這次 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因為看下去 好像街坊的利益 和當作利益 好像很尖銳 可以大家難而不切 但其實都是可以 有建立共識的可能 即是說小犯不安全 其實 即是 中央剛才也有分享 其實在設計上面 都是有一些 安全又漂亮的可能性 當然我希望我們 可以找到一些專業人士 可以一起幫多些手 會不會在設計上面 可以給到一些意見 亦都希望 可以找到一些政府的官員 和委員 都可以和街坊一起談 其實建立共識 不只是今晚的研討會可以 我們都希望可以推動到 在小犯的政策上 無論是街坊和小犯 都是可以 動同規劃 一個好的 又可以吸引有客的 小犯區的存在 剛剛來之前 買了一本 一週刊 又在門下 我在報道 說小犯分租的問題 我自己看完之後都覺得 其實分租幾次 我不知道它說得真還是假 但是我自己會更加深深層 去問那個問題 就算當它說真也好 其實為何會出現呢 剛才之前和快必分享 如果我是一個想入行的人 可以怎樣入行 我們都說沒有的 你要是犯法 是去做補牌小犯 要是你要去做 可能分租的租銀 兩樣都是犯法的 那就是補牌的 所以真的好像剛才所說 重新去檢討小犯政策 令到真是有心 去做小犯的人 是可以合法地去做 這個是非常之重要 所以今天呢 我覺得台上嘉賓很清楚 台下的朋友 就是更加精彩 未來都兩個月 政府現在就很難說要有諮詢期 其實是一個機會 讓我們再一次去凝聚共識 我們會繼續努力的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 最後下來呢 去請各個堂的王牧仙 都有一些小小的紀念品 可以送給大家 各位台上嘉賓 大家離開的時候 我們都有各個堂送出的湯圈 送給各家湯圈 有了有康圈 有康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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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給各家湯圈 首先我們是 我們試著關注了 那是康圈 開來的康圈小犯圈 那最後就是 阿芝 就是 關注堅圈小犬圈 對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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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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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就是 張大偉 張大偉 阿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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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阿芝 阿芝 會是最後一次 亦都是 今次的開始 雖然是 一件悲劇可災 但是 亦都是令到我們 長生去出發的未來 我們這個 我們小犯 香港的法事 是會愈不愈好 我們都希望 可以去到多些小犯 買東西 買便宜 好 多謝各位